猫猫猫 躲在时常的角落 猫猫猫 让我把你带回家 为什么我要当主持呢 各位S4A的伙伴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 我们的节目名称还没有取好了 暂时今天叫做这个 叫做什么 科技教育聊聊天 暂时叫做科技教育聊聊天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次的节目算开播 我们今天邀请到另外两位 连我三位 一位是佛光大学的许惠美教授 另外一位是创客女王郑芝婷 我们三位待会会聊一聊 深层式AI 在我们教育上的应用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应用 或者是一些可能已经有提供一些好的方案给各位适用的部分 然后 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不是教学 是聊天 所以等一下如果他们讲的太生硬 你们可以批斗 各位那个下我们的那个MIT下面的选项有一个笑脸 那个笑脸 各位可以打开那个回应的部分 里面有那个爱心 比赞啊 然后那个放烟火啦 拍手啊哭啊笑啊这些 各位可以自由使用 我们这里没有送火箭 也没有送什么劳师来师 所以那个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好那我们就就开始了 好那呃这三个部分呢 首先呃我们要请各位呃另外18呃总共有18位了 好今天因为跟其他的强挡冲突 好那呃呃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随时开MIT呃呃呃来询问 或者是打在那个讯息列上面 那我会找时间啊 见缝插针来帮帮你做询问 好或是你自己来问 那所以就是一个聊天座谈的方式 然后跟大家就是聊聊天 讲一讲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看法 那所以各位不要太呃呃居数 不要太拘束 那个晚餐还没吃的 那个咖啡泡在旁边的 你就拿起来喝 不要客气 那我就先开始讲 就是第一个部分由我先开始 那我想从最近 最近这一年大家应该很有感觉 AI 尤其是深层式AI 在这一年发展的非常的快速 那我们科技教育从以前 我记得我86年进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教的都是软体 教微软的软体 然后后来 自由软体进来了 我们开始知道说 原来这个资讯教育还有其他的选择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微软看出去的世界 那后来又在 又因为一些课程的进步 那我们开始做主题式的教学 那工具变成一个 就变成我们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要做什么主题 然后我们才会去想说 我们该用什么工具 所以这时候工具已经变成一个 我们的一个工具选项 它真的就是一个工具 而不是上课就只有教工具这样 所以我们是教解决问题 然后利用一些科技工具 然后一直到 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开放硬体 从Squitch的一些程式教育 大家很熟悉之后 然后发现有开放硬体 所以那时候Arduino跟一些硬体就跑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就有一些数位制造的东西 那个3D啊 雷切啊 这些东西一起加入 然后到现在的AI 那AI前半段呢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有教一些 Google实验室 用一支笔在上面 随便描个几一笔 它就大概猜得出 你要画什么东西 像这样的东西 然后到后来我们去教 怎么写程式 做语音辨识啦 图像辨识 然后到 到现在最新的这个AIGC 深程式的AI的部分 那这一整个历程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很有感觉 尤其在早期 在教这些科技的硬体的时候 那我想我们国中小的老师 应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种电子科 电机科毕业的 那所以你会有一个感觉 哇 这么多新的东西 然后我好不容易把Arduino的这个技术啊 基础的电子电路稍微搞了搞懂了 我想要来上课的时候 又出现一个Microbeat更简单 然后等你好不容易 Microbeat又学了一下 又出来一个Hello Code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总是在 不断的追求新的硬体 或者是不断追求新的技术 然后你不是这个领域的老师 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疲于奔命 有这个感觉的 请你打个哭脸上 请各位按一下哭脸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模式啊 就是我们在教科技教育的时候 你一直要追新的 然后新的技术啊 新的程式语言啊 然后你觉得很辛苦的 如果你觉得很快乐 哇又有新的 请你来个笑脸好吗 我是蛮喜欢 我个人是蛮蛮喜欢学新的东西 所以我每次看到有新的东西 我都很高兴 如果你也是这种感觉的 请你放个烟火 或是来个笑脸 好像大家都觉得比较辛苦的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啊 你看大部分老师真的都觉得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其实就慢慢的会发现 发现说科技一直不断的在更新 而且在AI来临之后 科技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 那个以前大家在拼命急呼说 小朋友要写程式 要学程式 学程式很重要 然后到现在AI出现之后 你会发现 那我问他个几句 他就帮我把程式写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程式是不是就不再重要了 你会开始心里有一些疑问 对不对 甚至你学Arduino 学那些开放式硬体 现在也是问AI 你不知道红绿灯要接哪几只脚 怎么写程式 他全部都会告诉你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些技术的部分 是不是就不是很重要了 甚至像小黑他儿子 他已经把那个TradeGPT 直接串接Arduino 所以你只要把功能讲清楚 然后他串接的那个TradeGPT 就会直接告诉他说 他的Arduino要接哪几只脚 LED接在哪里 然后什么接在哪里 那他把它照着接上去之后 他还会自动烧录 就把程式都烧好 直接马上可以Run 所以全部都自动化了 所以你会发现 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各位在看那个 那个叫钢铁人 钢铁人 对 他的桌上不是有一台机器手臂吗 那他你看他在 他在设计一些新的东西 他也是用一张嘴巴 叫他的AI 就还有那个机器手臂 就帮他把它给组装好 然后程式就写上去了 你说这一天会很远吗 其实不会 因为马斯克的XAI 都已经把这些东西 都已经慢慢的放在机器人里面了 所以科技的进步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未来的美好 美好的未来应该会很快来到 那所以在我们刚好夹在这个中间 所以你觉得到底要不要交程式 这个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 那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每个人的时间有限 那所以我会就是可能不会全部讲完 我会掏一些问题 然后我会讲我自己现在的想法 那其实三年前 我就已经有提出 写程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那我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 很多老师骂我 心里很不爽 我好不容易学程式 学Squatch 学Arduino 学得这么精了 我现在终于站在科技教育的舞台上面 我终于显露头脚的时候 你跟我说写程式不重要 就开始骂我 其实我们在讲一句话的时候 你应该问他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然后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们做教育的是这样子 尤其我们做国中小 那国中小的核心 我们是国民教育 他要教的应该是生活的能力 那所以你从结果 我们从结果论去看 你去查一下那个经济部的毕业生的统计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他们都从事什么行业 你去查一下那个统计 你做了一下统计 你会发现 大学的毕业生只有6% 会有可能会用到程式 用到科技的相关的内容 6% 这还不包含那个没有读大学的 所以如果以这个比例算下来 换句话说 你教的那个班30个学生 你好不容易 寒心如苦 教他最棒的写程式的方法 教他这个科技的技术 结果到后来他毕业的时候 30个人里面最多只有两个走这一行 所以这个是在讲什么意思 就是说对那两个同学来讲 真的感谢你 你是明灯 让我以后的职业之路非常的顺畅 我非常的感谢你 我想问你的是另外一件事 另外那28个同学 他是不是国中给你教程式 国小给你教程式 高中也要教程式 大学还有通试课要学 不过关还不能毕业 这么多年都在学程式 可是他毕业之后 那94% 一个班30个里面 28个同学 不走这一条路 不走这一条路 那所以我们教的东西 相对他来说 他等于是有点在浪费时间 那当然有的老师会说 我们教程式 其实是希望他学逻辑 对不对 逻辑思考 人不能没有逻辑 可是你想想看 他能从学你的纯程式 到他会转化成自己的逻辑思考 他知道解决一个问题 有一些先后步骤 这个叫演算法 他知道这样去想的人 那28个里面会有几个 我告诉你很少 就跟各位看电影一样 万中无一 为什么 因为你从来没有教他 这要怎么转化 你没有教他说 我写完程式之后 我要怎么去想写程式这件事情 原来解决一个问题 他有的地方是要有先后顺序的 那这个先后顺序就叫做演算法 那所以当我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如果这个问题 他有先后顺序 有选择 有一些选项 怎样选择会走到哪一条路 如果你有把这个思考的方式 把它厘清 把它提炼出来 那这个小朋友 他就可以透过学程式的过程 去学到真正生活的素养 那这样子对他的未来是 你那个班30个学生是每一个人都有用的 因为他可以套用到生活上 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不是说不要学程 不是说学程式不好 而是说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你把学程式当做你的素材 但是你最后 我们现在讲那个素养教育 你还是要把这个东西延伸到 你在真实生活中 你要怎么思考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 如果你有做这个后半段 那你不管教什么都是成功的 那基本上有这样能力的老师 你不管你教的是程式 还是教的是别的东西 他都可以带到这样的能力 这个才是我想要跟各位传达的重点 那今天AI进来了之后 好我要加快一点速度 我会已经浪费很多时间 好AI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AI早期跟我们说 我们人会被取代 所以我们人就是 但是我们人还有一些 比如说艺术创造的部分 可以赢过AI 可是现在你看 不管是综合评鉴分析创造 高层次思考 AI全部都会了 那你人的价值在哪里 进步的实在太快了 所以当我们有这些AI的技术 然后技术的门槛又降到很低的时候 各位你在上课还不教吗 比起写程式 比起机电整合 我倒认为AI更应该要放在课堂上来教 因为他对学生的生活 甚至未来帮助是更直接更大的 所以他一定得教 那至于怎么教 我其实个人有几个习惯 各位都知道我在推任何东西 只要我觉得那个东西可以推 我就会比较容易去推动它 那因为我有一些策略思考 那其中有一个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我判断这个东西能不能推 我会先看看技术 它的技术使用上面 是不是降低到一个 国中小可以接受的甜蜜点 这是第一点很重要 技术要够简单 第二点呢 这个东西的威力要非常的大 威力大才有吸引力 大家才会有兴趣 所以基本上我们去审视一个东西 能不能推 我就是用这两点去判断 那如果它的技术还没有降到甜蜜点 那我就会想尽办法去找到 所有可以降低技术层次的方式 来做教材的转换 课程的设计的改变 那所以当你这几个条件满足之后 你再配合一些你的一些策略 那这个我当然有其他的方式来处理 那我相信你在推这个AI的部分 或者推其他的东西都会很容易成功 所以我对教深层式AI这一部分 是绝对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 那至于那个其他的一些细节 我想我们有空再来讨论 这是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直接发问 那我们现场可以回复的 我们会直接先现场回复 那或者是待会会有一个讨论的时间 那政府老师有问说 老师未来的角色 可能从城市教育的教学者 会转变成辅导孩子 跟AI对应的导师或教练 让孩子成为AI工具的操控者 他讲得非常好 因为不管是城市或者是 我们上课教的那些科技工具 毕竟他都是一个工具 那只是AI他比较聪明 那所以我们在课堂上教AI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人来看 当做一个什么人呢 你就假装你自己是CEO 那AI就是你的一个什么经理 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你必须要用比较高层次的思考 来做系统性的工作分配 所以这个又用到运算思维 很重要的系统拆解 甚至抽象化这些东西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 当我们开始 就是科技领域到后半段 要讲的是思考这件事 那我们科技领域当然讲的是 最重要是设计思考跟运算思维 这两个思考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教的是这种思考方式 那不管你今天学的是什么工具都可以用 包括AI 那这个都是AI还没有办法取代我们的部分 所以这个就要请大家一起努力了 好 那至于那个档案相关连结 我们之后会在S4A的那个脸书社群上面做公告 会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会把我们就是座堂所提供的所有的资料都会丢在那边 那欢迎之后各位就还没加脸书S4A社团的 请各位去加一下 好那我的时间先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先请惠美老师来做第二个部分的座谈 那惠美老师 各位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了 惠美老师是S4A的地下总司令 那他也是这个你知道科技教育会这么接地气 到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惠美老师是占大多数功劳的 那我们我又不能讲得太明了 因为你知道站在最顶端的话会容易受到一些人的攻击 所以我们就我讲 我已经讲得很谦虚了 那惠美老师其实他手上执行很多那个科技部的计划 然后其实是对我们这个科技教育领域 我觉得他是最接地气最有影响力的旅人 好那所以我还没讲完 不能再让你讲 这些都要被剪掉 是是是 那个其实我现在有点 我觉得我心态有点半退休状态 因为我三年前就已经开始因为换工作的关系 然后我就比较少接触创课这个部分 但是呢 别人都叫不动我那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要叫得动我就只剩惠美老师 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第二棒交给惠美老师 那个各位老师大家好 那谢谢邱老师的分享 我觉得现在目前很多老师其实在追AI的过程 其实都充满了问号 那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来的所谓的分享 其实应该是抛更多的问题 那首先我是先分享一段影片 那这段影片其实还给我蛮大的这个 那稍等我一下 我试着分享看看 不好意思 好等一下我的这个好像没有拉过来 我是另外一个视窗 好那稍等我一下 我拉到这里来 可能怕等一下会有点广告 老师还在准备视窗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先来聊一聊 好啊 那个AI 我们以前都 对我来说一是有信 资讯融入 那资讯融入 其实AI的部分 非常的对各领域都有帮助 不是只有对我们科技领域有帮助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可以融入课程 融入生活的一个 一个很棒的东西 好 我们把画面 把时间换个视乎 好那各位老师 这个是帅哥 这个是齐王 那其实齐王本身 他每天都要练习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齐王怎么来做学习 他们都是让我自己决定 就是我下期他们支持我 如果去练书 他们也支持 2010年的时候 他又送我去大陆 学过三个月 现在的话 主要就是下往期 跟看AI 还有做体验 基本上每天都会 然后下多下少不一定 通常就是看心情 主要是旗感的锻炼 现在我们在下的那个网站 上面都是实名制的 就都是各国的职业企业 许浩宏透露 其实对他来说 最有帮助的训练方式 还是跟AI下棋 不过他坦言因为AI实在太聪明 让人又爱又恨 因为跟他下棋 几乎都只有输的份 但对他帮助最多的也是AI 是AI的帮助比较大 它可以给我一些局面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 因为以前的话 有些局面 人类集中 不太能确定这个局面是怎么样 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AI之后就会有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意见 下法上就是 对我来说算是 会有一些新的旗感 去知道他为什么会下棋 才比较会进步 跟AI下的比较少 因为下的话 其实你愿意下的话 因为下不赢 可能就会上市一些信心之类 下网其实有赢有输 跟AI下应该都只有输 AI是一方面 然后从一五开始 好那我先分享到这边 好 好那 其实 其实这个许昊宏的一个对话 其实对我来讲 应该蛮正 就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 就是说 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其实像 我们在做一些练习的时候 其实可以透过像AI 这样的工具来协助 那就像刚秋老师提到 AI的确是有一个 还蛮大的一个智力在那边 所以其实他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的伙伴 好那但是你可以发觉 AI好像也是 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的 那其实在他的分享里面 其实他跟AI对异的时候 常都是输的局面 但是他也提到 AI提供了他不同的视角 有一些局面的确是我们人类 其手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但是他却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想或许我们可以慢慢开始思考 其实我们跟AI之间的关系 可能不是只是技术的关系 就像刚刚秋老师所提到 可能是我们怎么样去跟他建立一个 合作的关系 那从中让我们的生活达到一个平衡 好那在这边的话 我有分享我来分享一份简报 然后我有放在群组 好我现在稍微看一下 我要分享哪一个视窗 好 好 那其实 其实这样子应该是可以看得到 邱老师 有 OK 好 那其实我想今天分享的大概可能是问题的部分 那特别是在我们资讯课里面谈AI这件事情 那像其实刚秋老师有提到 早期我们就谈运算思维 那运算思维其实某种程度 你可以把它去思考成 人类需要去了解电脑怎么来做思考 因为我们想要电脑帮我们做事 那我们就去了解电脑的语言 怎么来运作 譬如说一些所谓的结构化程式设计 它怎么样来设计这些条件 回圈或是资料结构的部分 所以是趋近在人去了解电脑的运作 好 那今天我们进入了这个AI的一个时代 好像慢慢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其实是AI某种程度 是电脑试着来了解人类在想什么 然后针对我们的反应 它去归纳一些原则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上一些类似AI的课程 我们就说你可以当冠老板 意思是说AI可能你请他生成一张图 或是你问他一个问题 如果你觉得他的答案不符你需求 你就跟他讲说这个不行 你要在500字内讲完 或是你要用一个对三年级小朋友的方式来做说明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是两个还蛮有趣的关系 一个是我们去试图了解电脑的运作 然后来学会它的逻辑 但是某程度AI是另外一种方式 好 那其实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思考点 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电脑课里面去维持这样的关系 其实是蛮重要 就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去知道这个运算思维 但是某种程度我们也希望他可以使用AI工具 能够跟他有一些便利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我就稍微往下推 我就分享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是李俊德老师分享给我的一个案例 他现在目前在上课就是上Arduino的电控课程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边他有一个叫提问技巧 所以他是搭配这个Chat GPT的部分 那他就是借了我们那个SCA那个套件 然后他可能就透过像他会带学生一些咒语 那譬如在这边我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 就是说他是要交这个LED灯 那他可能就会跟 不对 这边他要交的是那个四幅马达 那他就跟学生讲他要做什么 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部分弄得还蛮好的 那我应该是要把这个网址分享给大姐 就是稍微把它播一下 所以我可能我先停用一下 我可能再分享一下画面 好那我也就是各位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等一下我自己操作不是操作很好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是这个李老师的 那他其实就是去借了我们的这个套件 那他其实在这个过程 我想他的他的目的应该是有两个 第一个他希望同学能够学习到这个城市设计的部分 那另外对不起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他是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方式 学生可以跟AI互动 所以他还发展了一个叫RTF的 就是说你先定义一个角色 然后告诉他的任务 然后让AI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你 好所以他这边的话 其实他是有逐步去练习的 譬如说他可能先给你一个人设 然后你给一个什么样子的 所谓的咒语的部分 那他甚至还用一些demo影片跟同学分享 就是说我希望你做出来的成品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有给他一些计分的方式 那另外像风鸣器的部分也都有 那所以其实我在看他的这个部分 也得到了很多的想法 好那我再停止分享 不好意思我分享来分享去 那我再分享一下 就是回到我们的简报 不好意思 好那在这边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李老师的部分 就是透过这个方式 让学生去跟这个像CHATGBT去做学习 对那在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去思考 就是说那这样的学生 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什么 那早期啦 像我们在网路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很怕去Google操作业 那我想可能最大的点应该是说 像这种AI工具的提供 其实很多部分的话 它就是可以提供我们能够去跟它做一个 应该怎么讲对话 就是提问 那提问的时候 AI可能会给你一些知识的内容 那这当然就会造成你的认知冲突 为什么他要这样解 那为什么我们都不会 好那可是某种程度 我们也会去想 当你要在某一个 怎么讲程度的时候 那些东西才会是冲突 那些东西的碰撞才会是有意义的 就像我们跟电脑下棋 可能是很容易就被打败 但是这些起手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所以其实我某种程度觉得 我们对AI的应用其实有一个两难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基本知识是很薄弱的 其实我们的学生最后就是从AI操作业过来 那如果我们学生没有办法去提问 或是我们没有办法提供适当的所谓的音价 协助他去建构一些基础知识 协助他去问问题 然后得到解答 然后再从这个解答的过程 再把自己的知识的层次往上提升的话 其实AI工具说不定不一定能够帮助到学生 那这个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那我觉得那个老师的例子倒是蛮不错的 我也是蛮建议 如果各位老师有这个时间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在课堂上可以做这样的练习 那我们也去观察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学习 好那接下来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简报怎么弄 好那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从刚刚那边来提到就是我们资讯课里面的AI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AI这个当作是一个科技 那当然就是他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硬知识需要去了解去学习 那譬如说我们怎么样做影像辨识 好那怎么样建立模型 然后这些像这样的一个知识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可能会需要利用像这样的知识去开发一些应用 好那这个可能都是在一个我们资讯教育的一个范畴里面 然后对那在这边的话当然我们要去认识这个知识 当然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像生成式AI的工具协助我们做了解 那同样的开发也是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使用到的工具 就是各位老师像不管是李老师用的Arduino CC 或者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Squatch 目前来讲都比较没有很多的AI功能 但是就是说在一些比较成熟的程式设计环境 像Visual Studio Code或是Visual Studio 他们现在都有一些所谓什么 像那个Github Copilot或是一些内建的AI功能 他可以做到就是像我在这边稍微这个图这边看到 他对我点错 他可以做一些类似像叫做 这个应该叫做什么 叫做Line Code Completion 就是说你打两个字他就跟你知道你要干嘛 他就可能整个把负回圈全部写完了 类似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就是说就像刚回到邱老师讲 那我们让学生就说什么都不可以参考 什么都不可以看 就直接拉进去去 然后直接去考试 然后直接要写出什么Code 是不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 是一个很这个的意义在哪里 我也是在想就像我们现在在课堂上会出一些学生 就说譬如说他修了我这门课叫C Sharp程式设计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考试的时候就是纸笔测验 不过我的确在之前在大学学程式设计的时候 或是各位老师你们学的时候 都是考纸笔的 都考纸笔的 可是我们现在可能要问说 纸笔的测验意义在哪 对因为你未来的环境一定是跟像这样的AI工具 去做一个合作 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部分 这都是我的问题 好 那这里我就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OSEP当然就是有一些AI的扩充功能 那等一下志庭老师也会做一些介绍 那这个部分我就不特别来分享 那其实可以知道就是说像透过这些所谓的扩充功能 那我们大家就是很容易去借接 就是提供国中小一些音价 让他们很容易去使用像这样子的服务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过程 能够让他们去取得一些 就是说这个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精简版的AI应用 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就是说 他其实透过这个过程可以去做一些学习 那可能像影像辨识的过程 他可能也知道怎么去做资料收集 还有钱处理 怎么做模型训练 然后怎么优化 然后最后再部署跟应用 结合Squatch的部分 好那最后要打广告 好不好意思 我们有一个那个人工智慧跟大数据的竞赛 我等一下再把它贴过来 然后就欢迎各位老师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们参加 好那我把时间交还给那个邱老师 好谢谢 好谢谢惠美老师 那个我其实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想要问老师 尖锐问题不是要刺自己吗 怎么刺我 不是不是 我是要刺别的教授 请老师想想看有没有什么解法 就是其实我们课纲上面就是108是要教素养 那素养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生活上面可以直接用得出来 这个叫素养 那对但是对于那个所有的辅导员去受训的时候 跟辅导员回来传达给县里面的辅导员 然后县里面辅导员在交给科技老师的时候 却完全都没有讲到就是没有转化的这一段 那大部分都是在教纯技术 然后我曾经问过一个教授 在讲课纲的教授 然后他说他跟我说 那个转化因为你们国小老师在现场 所以转化是你们的事 我们只有教课纲里面要教哪些东西 然后所以要靠大家去转化 可是偏偏 第一个国小老师对这些课纲里面的要求 那些学术很学术的名词的东西 其实第一个就看得不是很懂 那不是很懂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去做转化 那况且要能够做到这样转化的内容的人真的不多 所以各位还是到目前为止 你不管是你自己在上 或是所有的你看所有的其他国中小老师在上资讯课 几乎99%都还是在教纯技术 那可是如果我们的课纲要成功 后面那一段转化那一段要有 不晓得说老师因为老师你们是教授 跟他们就是我们要怎么让促成这一件事就对了 怎么去把这件事搞成 然后让教授们也听得到我们国小老师真正需要是什么 然后我们也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老师需要待会座谈再谈吗 还是 可以啊 因为等一下其实搞不好知庭老师就是 他的案例搞不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 那接下来第三棒呢 我们请知庭老师 那知庭老师呢 他呢 我跟他非常的熟 因为他是花莲的逃兵 知庭老师的老公是 各位都知道嘛国安局的赖国安同学 他是我大学的同学同班同学 那所以我跟他很熟 那其实知庭老师花莲的创课之所以这么有名 其实是知庭老师去点的火 是从他那一次他自己戒调到教往中心 把创课搞到 整个搞大 搞大肚子之后难产 然后他要他因为要去桃园 然后才把我挖去县王 所以花莲才有之后那个创课的那个荣景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请创课女王 知庭老师 请你继续 没有这样 其实我觉得 我并没有比较厉害 我都跟大家讲 其实我只是花下去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现在问题是大家都跟我一样都花很多时间转眼 所以我现在是看不到大家的车尾的默默在学习 那不要叫我这样感觉很奇怪 好 那那个 我就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只剩下十几分钟 我就先分享我的今天的一个简报 好 那我有把连结也放在那个讯息的地方 好 那我今天的话主要是比较偏实物方面的一个应用 那我就用那个 惠美老师他们开发的OSEP平台做一个例子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现场的老师 太高深的学问我也搞不懂理论什么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很了解哦 那我大部分的教学生或者是我自己想要制作的一个专题 大部分都是可能我在生活中有接触到 那我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 那我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课堂上进行施作 那最近当然最夯的就是AI这个议题哦 那我前一阵子就有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新闻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它是一个智慧翻译的萤幕 其实再早一点 好 新闻也有播放 就是在日本的播放 对着麦克风讲英文面板的另一侧 对应的中文不到两秒钟 同步出现在萤幕上 他解语后公车过去 服务员用中文回答 英文字幕也能马上翻译好 更厉害的是日文韩文也不是问题 还有鸟肉面 但他在国际县的二楼 藉由透明隔白彼此的眼神表情也都看得到 就算讲着不同语言也能沟通无助 好 重点是这个 调价三十九万 所以如果我没有关系 我可以用Google翻译 所以如果这能够充足的话 那是很帮助的 交通部抢先在松山机场和野柳风景区 导入AI智慧柜台 就是看准广大日韩旅客基础 这台二十寸的翻译机要价可不便宜 一台三十九万由台厂操刀生产 最早使用地点在日本雄本 考量大批台积电工程师进驻 而福岡车站和许多购物商场也能看见他的身影 未来台湾也不排除扩大使用 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十三个风景机管理处 跟桃园机场 高雄机场都有可能会增设 业者透露不少饭店 银行和医疗中心都在洽旋中 未来还会加码推出西德法语和东南亚语系 在台湾迈入国际化的同时 也能轻松解决语言障碍 这新闻综合报道 立刻下载新闻App 好 那这是我看到新闻的一个介绍 那刚好就是惠美老师 他有提到说他会介绍OSEP 那我就想说 那OSEP的一些AI的一个扩充的模组 是不是也能够达到类似的一个效果 那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翻译的萤幕嘛 所以一定要有两个人进行对话 所以我的等一会的范例 大家就会看到有一只小鸡 一只小鸭 他们要鸡同鸭甲 然后呢小鸡的部分的话 就是由我来扮演 那小鸭的部分 因为我只有顾家寡人 不行这样 讲顾家寡人很奇怪 应该是说我老公都不理我 所以没有人跟我对话 所以呢 那个小鸡是我演 那小鸭我就请Trader GPT 好用OpenAI的方式 然后来跟我进行对话 那我讲的是中文 他讲的是英文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OSEP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养了一只很可爱的猫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画面的话 就是在上面的部分啊 就是小鸡是讲中文 就是我讲的中文 那在中间呢就是模拟那个 透明的那个萤幕 翻译的一个萤幕喔 那它就会出现翻译成英文 小鸡说的话变成英文 然后呢 小鸭这边呢 他看到之后 他说的话 他说出来是英文嘛 那会自动翻成中文 一样在中间的这个萤幕 他的名字叫喵喵 That's a cute name That's meow meow Have a funny funny habit That's meow meow 他喜欢咬拖鞋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看完 我跟他的很无聊的一个对话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那其实呢 我就是用到osep的四种扩充功能喔 第一个就是把使用者语音转成文字 因为刚刚大家可以看到 在说语音转成文字 在动机 那旅客在对话 并不是用打字 而是用语音的方式去转成文字 呈现在荧幕上喔 所以我第一个就是使用到语音转文字 把我说的话转成文字显示出来喔 那接下来第二个用到的功能呢 就是刚刚我说的 我请小鸭来模拟对话者 来跟我进行基同鸭角 所以我用到就是open ai这个扩充功能 来扮演对话者 那open ai的部分的话 那因为我们用的是他的那个 api key的功能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没有空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那可以自己去看这个申请api key的这个简介喔 这边有一个超连结喔 那要有api key 才能使用这个扩充功能 好那第三个功能的话 就是用到翻译 那其实这其实是有一点多此一举啊 因为我其实大可用open ai 就去指定说 我要讲的是中文 那你翻出来就帮我变成英文 好其实用open ai就可以直接做翻译的动作 可是我这边特别去使用 就是OSEP扩充的 他其实是Google的这个翻译 是因为我想让就是在做教学示范的时候 让孩子了解他其实这中间 我们能够这样子直接不同语言的人可以面对面沟通 其实是有经过哪些流程 然后才能够让双方没有障碍的去进行沟通 所以我还是把这个翻译功能把它加进去 所以就是把我讲的中文翻成英文 然后把tradegpt故意说的英文 然后再转成中文来进行对话 好那第四个用到的扩充功能呢 是文字转语音的部分 好因为 那个一样就是trade 那个open ai的部分 好他要跟我对话 那他也是要用说的 所以我会把它就是open ai产生回应的一个文字讯息 再把它转成语音的方式 然后才来跟我做语音的一个沟通的过程 那翻译的部分就会通通都是文字 呈现在模拟的那个透明的那个荧幕上面 好那我的程式其实很简单 好就如同大家刚看到的版面 好就中间的这个方框呢 就是代表那个透明的翻译的荧幕 然后上面就是讲话的小鸡 然后跟我对话的小鸭 就这三个角色而已 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程式的部分 那程式的部分就是刚刚有提到 我们有用到的几个扩充的功能 那open ai的话要进行一些设定 这个程式我是写在舞台的地方 那一开始的话 我就是有把小鸭小鸡的部分先做变数 因为它会呈现在中间面板的部分 那我就是用直接用显示变数 就直接呈现在面板上 那个荧幕翻译的荧幕上面 那至于为什么要做一个history的这个变数 是因为我们现在在TraderGPT 跟他做对话的时候 他是会记忆我们就是曾经跟他讲过的话 好譬如说你可能跟他自我介绍我叫郑志亭 那你可能聊个三五句之后 你叫问他你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他可以毫无障碍的告诉你 好你叫郑志亭 因为他本身有一个记忆 好会有一个历史记录 可是在用open ai这个api key的时候 他是你要自己去把他跟他的对话记录下来 否则就是他只记得应该讲说不记得他什么都不记得 他只知道你问他的那个问题 然后当下回答你 然后在之前的对话他是不会做记忆的 所以这边我会多做一个变数history 就是要把我们之间的对话全部储存下来 好才不会讲到最后真的是鸡同鸭讲 他完全不了解我在讲什么 好他譬如说就我刚刚在跟他聊我家的猫 那我可能一开始他就问我说你家的猫叫什么名字 我就跟他说我家的猫叫喵喵 然后聊个两三句之后他又问我说你家的猫叫什么名字 就有点烦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会把我们之间的对话 好做一个储存 好保证他可以跟我很顺畅的聊一阵子这样子 好那那个api key的部分 那就是刚刚有前面有一个连结 大家可以透过简报再去看怎么去申请这个api key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AI的一个模型 那我是用GPT4 然后至于温度跟就是真实跟创意的部分 就是他是比较 应该讲说1的话就是比较天马行空一点 那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他这样子 那设定最大就是token 他翻成代币 就是你的那个文字的一个长度 那我这边是没有设太长 因为我怕那个面板的那个塞不下这么多的字 太冗长也没有人想要看想要听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样 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要让他有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 所以这边要设定他的身份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一个背景 那我们到底要请他做哪些的设定 所以像刚刚大家可以如果有仔细听我跟AI的对话的话 你会发现AI只要跟我讲完一句话 好他一定会再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因为我在这个问题形容词字数这个地方 好我有特别的要求他不管怎么样 你只要回答我的完我的问题之后 你一定要再问下一个问题 这样子我们的对话才可以不断的继续下去 然后要用英文的部分来做回答 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古英文 我就是要让这只鸭扮演外国人的角色来跟我对话 所以他全程都要使用英语来做回答 好这是AI角色扮演的一个部分 好那接下来就是小鸡的程式 小鸡就是我 那小鸡刚刚讲了我是用语音的方式去做对话 所以这边我就是先用那个语音转文字的基母 那设定我现在反体的中文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 我每一次一定都会把上一次讲的话先清掉 所以会清除语音文字 然后就开始做语音的辨识 那语音辨识呢我是设定六秒钟 就是我的话不能讲太长 然后讲太长的话就会被截掉 所以我这边是 我是觉得六秒差不多够我讲一句话 好了之后就暂停语音辨识 接着呢下面这边 我为什么要多做一个如果否则 那是因为那个在语音辨识的时候 有时候 不知道是我家网路太满 还是那个平台的问题 就是有时候他会辨识 没有辨识出我讲的话 所以会变成是一个空字串 那我为了避免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这边就设定 就是如果没有抓到语音文字的话 那我就当做 我没有听清楚对方的问的问题 好请他再说一次 好让我们的对话 可以延续下去 不要突然间就变掉了这样子 好 然后所以这边就分成 有收到跟没收到部分 没收到就请他再说一次 有收到的话 那我就把它翻成英文 好 然后让那个小姬再把它说出来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 就是这边刚刚提到的一个变数 然后那个去记录我们的历史对话 我就会把原本的历史对话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新说的话 好 然后把这段话整个再丢到这个聊天内容 再丢给那个OpenAI 然后让他去知道我们之前的一个对话过程 好接下来我就广播 我讲完了换小鸭讲 好所以下面一个就是小鸭的一个程式 那小鸭的话一样 他就是他看完我说的话了 就是收到我的讯息之后 他会有回应的讯息 那我一样让小鸭说出来 那小鸭说出来之后 好还记得吗 我们是为了翻译 所以翻译的地方都是用变数去呈现的 那那个中间的那个 翻译的那个荧幕好的变数小鸭说 他就要翻成中文 好小鸭的英文就翻成中文了 然后接下来他就是用语音 好一样把它说出来 好用低层的方式 然后说AI的回应讯息 那他这里说的是他原本的回应讯息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刚刚说了 我有要求他要回应英文 所以他会用英文说出 他说的是英文 可是显示的是中文的繁体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样 他回应的讯息 我们要把它加到历史记录里面 所以这边再用自传组的方式 把历史记录跟AI回应的讯息 把它合在一起 城市就只有这样 这么的简单 那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里面的连结 都有那个城市的范例 那欢迎大家取用 好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 那个我刚刚啊 寸空档去淘宝 帮各位看了一下 各位15寸的透明瓶 4比3的 只要人民币635块 你不用39万就可以买得到 六五三十 三千多四千就可以做得出来了 各位 那个花莲县 每年的年底有科技教育竞赛 志豪靠你了 你用三四千块来复制一个39万的专案 好 那有老师要问问题吗 好 我刚刚有看到强老师有在讲 就是有人帮忙付APIKID的费用 没有啊 就自己付啊 没有花很多钱 真的很便宜 然后我已经 我就买十块美金已经 我自己玩了好几个月 我都没把它用完 对 然后至于如果学生的部分的话 因为其实 他有 我记得是三个月啦 然后五块美金 原本好像是十八美金 后来一直讲 现在只剩五美金了 就的那个免费使用 对 对啊 你可以就是这一次课上完之后 就把Key删掉 其实 就是我每次这节课的时候 我就新增 我现在只是想像 因为我还没上哦 就是每一节课 我就新增一个Key 然后这节课上完了 好大家体验完 我就把Key删掉 你就不怕学生拿着你的Key 然后到处乱用这样子 618可以掏是什么 你是说掏那个 千万不要传链接给我 我传给国安好了 不要挠了 那个惠美老师在上OSEP的时候 其实他的讲义里面 我注意到 应该有两个API Key可以用 不知道他会不会停掉 那个已经用完了 已经用完了 对 上次我给国权老师 后来要改版OpenAI 他有问我 我就呆呆的再贴 因为我想说 应该可以用很久 最主要是因为是生图 因为我们的课 可能除了文字 文字是真的很省 所以其实像刚刚志廷老师讲 就是你每次上课的时候 就自己到自己的帐号 去生一些给学生 那用完就删掉 文字生成的部分很便宜 但是图是还蛮贵的 对 那金柱要分享那个GEMINI 那让金柱讲一下 没有关系 他最近长期信给我说要收钱 但是好像还没收 对 那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现在GEMINI也是可以用 就是如果老师可以用 就是那个我们在 那个国权老师也有写 跟那个功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对 所以GEMINI有提供API key可以串接是吗 不用钱 对 不用钱 现在目前没有 对 他最近一直寄信给我 他知道你快要退休了 你快要退休了 已经到顶了 钱很多 那个郑普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两个当然是open AI 真的是比较好用 GEMINI的话 可能还是在加强当中 这样子 对 那一天惠美老师有跟我提到说 那个金柱老师会觉得就是 对用Google的 所以后来我也有试一下把我的程式改 可是就是像惠美老师 我觉得效果没有太好 就还是分享open AI 好 那那个座谈会 刚刚那个教授 惠美老师那边还有一个问题 还没有回答 我们先cue一下老师 好 那个其实我应该讲的是 其实我觉得 要怎么讲啊 就是如果是在国中的部分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教科书的厂商 大概会决定我们所有的教学内容 对 所以可能在108课刚要在推动之前 然后可能教科书还没出来之前 其实对国中老师来讲 可能还是 还是就说那个 但是现在教科书出来 看起来国中的部分都 大家都找到自己的节奏 那不过但是国小的部分的确 这个部分还是是一个很open的一个场域 那我觉得知庭老师 其实就做最好的示范 就是说其实我们导引学生 就是透过一些资讯科技 然后我们可以能够去做一些生活上的应用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 可能跟跟国中的教学目标 比较不一样 国中可能会把它当做是一个computer science 来做学习 那国小的部分可能比较偏应用面 就是了解我们日常生活的资讯科技的应用 还有一些原理 然后我们可以用自己手边有的一些 适合国小用的这种工具 然后去做这些应用 我是觉得这个部分蛮重要 所以其实国小部分还蛮强调PBL的部分 那其实也跟之前邱老师讲的是很呼应的 就是素养导向 就是说学生在学习到这些技能之后 能够再做一些所谓的举一反三的部分 对好 谢谢 谢谢老师 那我们大家就再努力吧 那个博文也是AI的大师 也是从我们花莲逃跑的 他说那个 这个要怎么念Cloud的吗 这个也是新的 听说比那个 快要追上GPT4的 付费版的已经超越GPT4了 他也有五美金的试用 还有强老师念一次给我听 我们的英文不好啊 GEMINI GEMINI 是吗 雙子座 所以他是用星座的名称来命名的 GEMINI 这个就跟当初我们在推 Arduino 还是Arduino 意思是一样的 丢到Google翻译叫他念给你听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当初我有特别研究 就是我们会去追原创者 就是做那个板子出来他的发音 所以我才会念Arduino GEMINI 意大利的念法 对对对对 好 你再念一次我忘记了 GEMINI GEMINI 好 GEMINI 好 好 那各位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聊的 如果 那下次就请金柱跟那个强老师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啊 对 那个各位老师如果你们没有想 这样以后没有人敢发声音了 不会啊 我们是基本的调话咖 对我们一定会有声音的 好 啊那个 各位老师如果说你们有哪些想要了解的议题 想要知道大家的想法的 或是你要推荐谁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上来聊聊你的看法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好 可以直接跟我讲或是跟惠美老师讲或是跟姿婷来讲 那基本上 如果姿婷 晚上在的话 他一定跑不掉 好 基本上那个主持都要一男一女 好 我们也是效法那个铺浪课 这样 他那个惠美老师就在背后抄刀这样 好 还有没有老师想要聊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会到这个这里哦 好 那我们分享的资料之后都会开一个 那个 资料夹 固定的资料夹 然后以后会把每一次的资料都往里面丢 那都会公布在S4A的脸书粉丝团 好 那欢迎老师如果你还没有加粉丝团的 要去加一下 好 好 光影和相关技术 好 这个是 这不是你们 强老师啊 强老师 好 强老师你不要怕没事情讲了 至少有这个可以讲 你真的好 那个很多人都会做 欸我不会啊 你们就 我们就是要服务那个想要听的人 寄一份给你就会了 不会不不会不不会 我喜欢ộc现身说法 不然你那个奶酪做法也可以啊 我觉得奶酪要开那个厨房那个 哈哈 我也很喜欢博文老师讲的AI 欸这个都列入我们的人选 那时间我再跟你们敲啦好不好 好 那欢迎大家就是 有任何推荐就在把资讯给我们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 欢迎老师要补充什么吗 就谢谢大家 那就今天到这边 谢谢大家